《如意传》 似乎还好没放弃 在最新剧情中二阿哥永远被查出来有哮喘 那么历史上永远是怎么死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原著小说中永远是死于窒息 他不仅有哮喘症 还有风寒之症 一次不小心被义务堵住口鼻导致窒息而死 聚息沉默后真凶使海澜 他曾经被皇后和高熙月发跪在暴雨之中 后来他偶然听到害死没贵人 可疑贵人孩子的真相 误以为复查皇后也参与其中 所以才决心复仇 海澜通过争宠成为乾隆的宠妃 与此同时海澜穿着纯品 将卢花棉被送给二阿哥 致使二阿哥永远的哮喘正发作 这件事被莲心知道 莲心因老年皇后赐对食之事 而常年精神际遇 深深恨 皇后 他早就对复查皇后失去主仇情意 就隐瞒下来 莲心才在二阿哥的住处放出所有如花 直接导致了二阿哥的死亡 这相当于海澜和莲心合作的结果 实际上凡事也有因果 有人觉得 绝不皇帝在二阿哥死这件事上 也要负上一定责任 如果不是他让阿若爬通成功 继而放任皇后会贵妃一党正如意 欺辱海澜他们 如意他们也不会这样 后宫里谁要是绝对善良 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 历史上永远是怎么死的 历史上复查皇后先后为乾隆生下过四个孩子 其中包括两子两女 不过遗憾的是 这四个孩子中除了孤伦和靖公主 活到了六十二岁 孤伦再满与众议为天下 国家是清朝公主的最高等级 结局还算不错之外 其他的三个孩子都相继夭折 据史书记载 乾隆的这个嫡子永远气质不凡 聪明异常 所以在乾隆即位后的第二年 就被乾隆秘密的选为皇位继承人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永远被秘密的立位太子才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生病死了 那年他才九岁 乾隆忧伤儿子的离世 按照皇太子的礼仪 为他隆重举行了丧礼 对于永远的死因 在一些亲史资料中也有提及过 《青川纪略》中这样说道 说永远的死因是尚于北交乐者 令随观焉 冒含的疾哄 说的是永远跟随皇上在北交涉猎的时候 因为感染了风寒 后来回来就病倒了 永远身为天皇贵胄 身子本就金贵 再加上古代医术不够精进 小小的风寒 最后竟成了他的夺命符 乾隆十一年复查皇后怀恩 当年生下皇妻子永从 当时叫汉风甘霖 乾隆 乾隆十分欣喜 认为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孩子 是上天的眷顾 永从和哥哥永远一样聪明伶俐 这一次乾隆认为再无不妥 内定永从为太子 但这位被认定为是上天赐的皇子两岁 那年因为出头 就这样夭折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